好另外呢国会招货新国会刚报到还没有开议已经有新提案了 这是呢立法院长王金平呼吁说应该帮国会盖个新国会大厦吧 来彰显民主的价值啊 因为呢现在立法院呢是跟台北市政府用租的 既然离下会馆呢又散落四地哦很不方便 但是民众就质疑了按照呢现在立法品质 不如立法院先自我提升提升再谈改新大楼吧 国家门面之一的立法院用的是日据时代老旧校舍 到处在整修会馆散落周边 克难成了八届院长王金平提出重建国会大厦 中南部的县市议会都比我们立法院看起来 要比较像一个人民的殿堂 我们国家如果真的真的有这么穷吗 穷到连一个国会大厦都盖不起来吗 能够尽量规划动线上更好 或甚至说在研究室的使用上能够有一些比较集中 那我会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 立法院每年花五千多万向台北市政府成租 等于寄人篱下 反观美国日本英国国会多半是一整栋大厦 甚至是国会山庄 外观肃穆宏伟更成了各国观光客 造访重要景点 立法院想盖新大楼脑筋动到仁爱路 占地七公顷的空军总部限制 不过如果要打造新国会资金数亿元跑不掉 新的国会大楼假设还是让他们在那边吵来吵去 打来打去 那我不如就是旧的就可以让他们发挥他们原本的功能 如果是你数据摊开来是合理的 当然也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立法品质长期为人诟病 要纳税人允许盖一栋国会大厦 说是要彰显民主民意恐怕很难兜拢 立法院得先想办法让形象向上提升 终于新闻王淑敏陈乃鱼 太好了